筆直的本町商店街带有昭和时代感 一眼望去还衬托出这超壮观的富士山 因此成了IG打卡热门景点 号制灯由日转红 执行车停下来后 民众开始走到马路中间拍富士山 但还有横向的车辆在行驶 像这样大型货车转过来 民众马上跑回人行道上 这个景点位在日本山梨县 疫情解封后台湾 泰国 香港人 非常爱来 但眼前这条就是商圈的主干道 车流多 车速快 观光客这样冲上马路拍照 实在让人很害怕 也因此当地居民向市府请愿 决定播出预算在最多人 等着拍照的地方 派两位保安人员指挥交通 道路两侧旁也都有中英 日文的拍照警示标语 那有去拍六本目的那个 圣诞灯视 这个警也是刚好是两个路口走不去 警察在那边管制 近期去日本民众发现 遇到台湾观光客几率超高 最近以神隐少女圆形屋 银色温泉这代 2月9号非常假的平日 街上观光客就有六成是台湾人 还可以在街上听到不少人 大声用台语聊天 小间早货店内也全是台湾人 又或者这个河口湖浅尖神社景点 有台湾人朋友代表先排队等拍照 后面一次加入四五个人 就被其他国家游客表示不满 开心出国你我行为注意 别影响台湾人形象 发的新闻综合报导 刚刚看到了乱象多之外呢 其实台湾人到日本也很喜欢自驾 但是现在事故也非常的多 像是日本北海道冲城还有九州 都是热门的自驾城市 又让旅客觉得很方便又很省时 不过要注意了 因为这跟台湾驾驶的习惯不同 也就是左右驾不一样 因此交通意外频传 为了避免当马路三宝 不少人会先到这个驾训班呢 来练习诱驾 除了先熟悉视觉空间 那教练呢也会教一些行车的礼仪 像是呢不能一边开这个开车的时候 想电话啦滑手机等等 因为违规的话呢 可能会被关六个月 或者是会被罚钱 所以这是台湾来的 你看左边你看压线 一不小心想打方向灯 却变成雨刷 习惯了以往开车方法左右不分 是许多台湾人到日本驾车会犯的错误 所以你看你左转没过了 这样走山路就危险了 除了驾驶座 左边搬到右边 操作位置得熟悉 道路上行车方向不同 车道转外侧转内侧 也和台湾人习惯相反 驾驶容易失去空间感 变成逆向行驶 所以为什么要体验 就是说在国外常常发生很多事故 就是因为它全乱的时候 全部都慌掉 视觉都跑掉了 结封后台湾人冲日本玩 避免当马路三宝 不少人会先到驾训班练一练 过年后一天三到五人 甚至还有家庭多人一起来报名 教练都快忙不过来 三成左右 理浪的方式啊 还有一些停车要注意 或者说开车要注意的一些礼仪之类的啦 提供右驾车给民众练习 就是希望国人出国后能减少交通事故 像是过年前就有情侣道冲绳自驾 右转时撞上了直行脚踏车 不但害对方受伤还被逮捕拘留十天 冲绳北海到九州都是日本自驾热门城市 想避免意外除了可以先练习 抛开在台湾的驾驶习惯 也要注意开车千万不能一边讲电话 或者看手机 违规被抓可能会被处以六个月以下徒刑 或者罚款十万日币 折合台币大约2.1万元 另外车与车的安全距离 至少要隔两秒车距 尤其高速公路是重点取缔 要是发生车祸或擦状一定要报警 有点擦伤 这种状况你都要报警 这跟台湾不一样 看警察怎么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你租的车子有没有保险 然后你也要联络保险公司 自驾方面又省时 不过到了日本 驾驶方向和道路法规都和台湾不同 上路后谨慎再谨慎才是自保上策 好大新闻 张选李松原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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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